小朋友不舒服到診所看診 流感呼吸道疾病盛行 近期成長三到五成 但止咳 退燒和抗生素等药 診所庫存拉緊爆 那病人一增加 診所要的藥就很多 那場上來不及供應 基層醫師預告 就連小朋友接受度高的 退燒糖漿也即將缺貨 但像止咳藥物 治療上呼吸道感染 常用的抗生素 目前安全庫存都不足 中藥炎 鼻豆炎 或者扁桃腱化膿 肺炎 这些呢 这时候就是需要用抗生素的时候 不要说每个人来 有发烧啦 有什么问题的 就马上投用抗生素 国内滥用抗生素问题严重 根据统计台湾每年吃下 一百亿抗生素还不包括自费 国医院曾研究 有些细菌对低线抗生素药物 抗药性已经高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换句话说低线药物 都快没有用 他就觉得说加一个不够 是不是要加两种 是他的这个病程 这样子才能够缩短 所以他们他就会主导医师 他们就开药的一个方向 药师分析民众药有效 导致医师跳过低线用药 直接给处方第二线或第三线抗生素 藉毛能给付 医师开药就不手软 不给付就让民众自费 而病人要求药到病除 缺乏用药意识 导致抗生素被滥用 能够再加强再加强再加强 就会造成了药物滥用的情形出现 也会出现了这个 目前我们大家所听过的 叫做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就是 他对三种抗生素 他都已经什么 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了 缺药问题 第一线说 仍有其他替代药物能用 也是暂时情况 但根本在于建立正确用药观念 不是吃了药就真的健康 近期我们零食许会 承认长不到 第一线成本 mettre摁 kä Gus 应该是 舌 bed flo 敌 瞬 巨骑